有疗愈画家称号的黄管瑜 日前荣获韩国文化艺术研究会 颁发西洋画大奖 为了庆祝在韩国得奖 回到台湾之后 把部分德意画作 布置在科普馆附近的越南料理餐厅当中 让前来用餐的民众 可以一边享受一锅美食 一边欣赏画作 我觉得我们要支持 我们在当地有一些饮食文化 然后结合了很多国家的一些特别的料理 可以让大家更支持 这些饮食料理努力的这些好朋友 那在当地可以继续更多的人潮跟热闹 也可以给我们有很多的 生活中的更活泼的一些色彩 出生于南投铺里的欢关于表示 之所以选在餐厅内开画展 就是希望能够让艺术更贴近民众 他不仅亲自到场跟民众分享创作心路历程 前100位民众更可以免费品尝越南盒粉 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欣赏艺术之美 跟品尝越南料理 我觉得因为我们希望说在生活中是活泼的 所以我用了我们兔子的这个主题来代表 每个人的内心最柔软的那一个主角 那我用了很多不同的背景 就好像我们每天每一年经过了很多的季节 然后走过了很多的地方 然后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环境上的一些美好 黄管宇表示 这次画展虽然受限于场地 无法展示大型画作 但也特别选出一系列以兔子为主题 搭配樱花、绿树、黄叶、雪景等 代表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背景 藉此展现生活中的喜悦跟活泼氛围 让看画者也能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记者陈文旭台中采访报导